为了缓解交通压力 也为了最大可能的避免堵车带来的不便 越来越多的人骑上了自行车 近来兴起的共享单车更是把人们骑车出行的愿望完美的实现 既节能减排锻炼身体 还能缓解交通压力 可谓是一举三德 而外国一辆四轮电动自行车的视频近日在网上疯传 这辆电动自行车区别于传统自行车 由四个轮子组成 外形更像是一辆汽车 但它却是一辆货人驾驶的铝制结构的自行车 整车重量约70公斤 该自行车以乘坐舒适 改善健康 节省金钱 关心环境为目的 满足你代步甚至越野的需求 据发明这辆车的小伙透露 设计这款自行车的初衷 就是为了抵御残酷的恶劣天气 取名为Portrait 所以这辆车完全防水 可以在任何天气使用 能够轻松应付坡路 土路 虽然仅能乘坐艺人 但仍有储物的能力 使用性与舒适性并存的Portrait 搭载全缓冲座椅 行驶中 它就像一个可移动的沙发 在充满电的情况下 可以行驶60公里 最高时速可达到每小时25公里 但这辆车就算在没电的情况下 也可以通过脚踏板使其前行 毕竟归根结底 这还是一辆自行车 车友们喜欢这辆遮风避雨的自行车吗